他说分别用定滑轮和动滑轮 将相同质量,这质量都一样 假设是M 等速拉高2公尺 如右图,若不计摩擦力和滑轮重 下列何者的错误 我们看,这个拉2公尺的话,这个也要拉2公尺 而且这个力量等于这个重量 这力量,mg 这力量的话,是他的什么呢?一半 这个实际上是等于2分之1mg 然后的话,他上升一公尺的话 他必须抬高什么呢?抬高两公尺 因为他的力量只有他一半 他做了公,变成他的位能 所以他这个是mg h的话,这里就比一下f 那乘多少?2h 因为f的话是等于2分之1mg 好,我们来看选项 a选项 他说视力大小 f1 等于2倍的f2 这个对了 因为f1是mg 就是w f2是1分之1w 所以他的力量是他的力量的2倍 这个是对的 所以不要选,他是选错的 这样看比选项 f2上拉2公尺 这个对了 也不对 因为他上去 m的话 他上升2公尺的话 m上升2公尺的话 f2必须上升4公尺 是他的2倍 这样做的公 才会等于他未能增加量 比如说 他现在未能增加多少? 未能增加是mg 乘以2公尺 这要等于多少? 这要等于 他做的公 做的公就是f2 1分之1 mg 乘以多少? 乘以他升高的高度h 所以h 必须是等于4公尺 就是说 他往上拉 要拉4公尺 所以他说 他上拉2公尺 v是错的 所以应该要选v 这样看呢 西选项 f1下拉的绳子长度2公尺 f1 输以去的公 等于他未能增加量 所以他升高多少 他就下拉多少 那他下拉的长度 就等于绳子的长度 所以呢 因为这个是 f1下拉的绳子长度2公尺 这是对的 对的就不要行 这样看第一选项 两物体获得的重力未能相等 对啊 都是mg乘以2公尺 所以错的 就选v 对的 对的 对的